181 文匯報 希債達成協議歐元帳幅受限 2015年7月14日投資理財B08金會出擊黃美思英王金融集團 香港總裁黃美思今年6月 美聯儲主席耶倫曾預計今年內將分兩次實行加息 但明年政策收緊的步伐將比他們3月預期的更加漸進 6月會議之後 勞動歷史場 住房和製造業都顯示出進一步上漲 以微復國經濟已走出第一季度的低迷 耶倫上週五指出 美國第一季度經濟的疲遠似乎是瘦臨時性因素 比如冬季和港口勞資爭議影響的結果 低油價和強勢美元對經濟的拖累應在2015年餘下時間減弱 他表示 美聯儲政處於在今年稍晚首次加息的道路上 雖然意外事件可能導致首次加息時點延遲或提前 但如其合適的加息步調應為戰進息 受此消息影響 美元指數盤中一度升見96.4 至收盤回見至95.8水平 耶倫的表態再次確認加息會在年內到來 或會在短期內作為美元形成支撐 耶倫聽證會言論受關注耶倫料在本週的國會 政詞講話中進一步暗示加息前景 他將於本週三至週四在國會中參兩院出席半年度聽證會 而耶倫也可能撐此機會向市場透露更多的政策指引資訊 兩院議員也可能會就其最關心的未來加息前景問題 向耶倫密集發問 歐元區領導人經過在緊急峰會上的切夜談判 週一與希臘達成協議 將初商第三輪救助方案以使該國留在歐元區 歐元區峰會一致同意 準備由歐洲穩定機制向希臘提供經濟援助 希臘則實施改革 不過以德國為首的債權人要求的苛刻條件 可能使希臘總理齊普拉斯的左翼政府下台 並在希臘引發抗議 歐盟官員稱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做出妥協 接受德國主導提出的要求 扣押希臘國有資產並出售以上還債務 各國領導人決定,包括縮減支出、加稅及養老金改革 在內的六項雷麗風行舉措必須在週三五夜之前實施 而在協商開始前,希臘議會須批准整個方案 如果希臘符合這些條件,德國議會將在週四開會 允許麥克爾及財長索伊布拉斯針對新貸款展開談判 然後歐元集團的各國財長可以正式展開談判 財長們表示,到7月20日希臘需要70億歐元資金 屆時該國對歐洲央行有一項關鍵的債券贖回 而8月中環要再上環獻歐洲央行的120億歐元資金 短線聲勢受制1.12水平圖表走勢所見 在上週後半段的回升,突破了前期的下降通道 如遼歐元後市仍有上升空間,指示週五像復受制於25天平均線 目前25天平均線處於1.12水平,估計若可再下一成 上言目標遼為1.14水平 另外,可留意5月15日高位1.1466,6月18日高位1.1436 須跨越此區財建歐元正式展開明確聲勢 較大目標了為200天平均線1.1580,至於下方支持營會看1.1水平 較大支持則會觸目於1.09